近日500余名议员发生反对短视频侵权一次 引发广泛关注 4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此刻提到 继续加大对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 我有些对舆论导向感到十分的盲眼 著作权的保护一直是全世界大使所需 此次事件中反对短视频侵权 侵权两个字已经由法律进行了界定 也是我国立法者在衡量多方利益后因为的最佳平衡点 意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已经对著作权侵权做出了法律规则 司法为方我已经通过法律规范司法解释 指导案例进行了不断的界定 而并非所谓平台阴谋论 而短视频平台对于短视频的审核义务 也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一点问题 目前主要有红旗原则和避风港原则 两种主流观点也就是说 你们爱看的库潮视频简体创作 更不一定侵权 还需要进行个案的研究 乃至立法者进一步的探讨 所以能够被法律印定为侵权者 已经触犯了法律底线 侵犯的著作权盈权利 这属于司法范畴 对公权力进行保障 这不仅关于平台资本流量 而是确确实是国家宅保护的法律 创作者的基本权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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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